欢迎收看说说女孩 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狗狗历经重重危险 登上月球成为太空英雄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五只调皮的小金毛 这天小金毛们得知各自的主人要去参观太空指挥中心 但主人们被要求不能带宠物前去 这令金毛们很是伤心 可谁知这群小金毛也有一个太空梦 他们趁主人坐上校车后 偷偷集合跑进校车的行李箱里 和主人们一起来到指挥中心 到达指挥中心后 小金毛们也跟着混了进去 此时小金毛突然看到一个闪着光的圆盘 这让金毛们觉得很是新奇 于是等大家走后 金毛们也纷纷跑上圆盘 原本只是随便玩玩 没想到每只狗狗都换上了量身定制的太空服 这时他们突然看到前方的飞船 便立即向前跑去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跑进了飞船 不料在他们兴奋时飞船突然启动 这时金毛们才知道 这是一艘无人驾驶飞船 控制员只在指挥中心驾驶飞船 并马上发射飞往月球 就这样 五只小金毛乘坐飞船飞向太空 没了主人束缚的他们 在飞船里玩得不易乐乎 不料此时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 突然发现飞船燃料不足 只好联系了一个俄罗斯空间站 希望在那里加满燃料 空间站的胡子叔得知飞船要过来添加燃料 想着可以见一下新事物 便一口答应 接着飞船与太空站成功对接后 小金毛们上着通道来到了空间站 他们刚进来就遇到了牛头犬 牛头犬见到金毛们很是开心 便带他们参观了空间站 并给他们讲解起来 原来这个俄罗斯空间站 早已脱离轨道多年 只有胡子叔和同伴牛头犬相依为名 就在狗狗参观时 不料被胡子叔发现 胡子叔以为狗狗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送给他的礼物 很是兴奋 但胡子叔怕狗狗们逃跑 并将他们关门起来 这时金毛们害怕起来 就在关门之际 金毛拜托牛头犬一定要救他们 不料牛头犬竟一声不吭地 跟着胡子叔离开了 没想到的是 胡子叔回到控制室就睡着了 牛头犬趁机回来 打开了关押金毛的铁门 牛头犬与金毛一番交流会得知 原来牛头犬不想留在空间站 他非常想念小主人 想跟着金毛们一起逃离空间站 金毛们听完很是同情 便同意了牛头犬的请求 准备带着牛头犬一起乘坐飞船回到地球 不料此时胡子叔突然警醒 看到狗狗们逃跑的画面 幸好狗狗眼睛脚快顺利逃走 失去同伴的胡子叔 冲着空间站的控制板就是一顿狂摔 不料此时燃料泄露引发爆炸 胡子叔见情况不妙只好慌忙逃窜 幸好他及时坐上逃生舱才得过一劫 随后加买燃料的飞船继续飞往月球 经过一段时间飞行后 飞船顺利降落在月球 狗狗们看着近代值时的月球很是好奇 于是在牛头犬的带领下 狗狗们打开舱门 一步步向月球走去 就这样 狗狗们欢乐的在月球漫步着 但当他们遥望美丽的地球时 却开始担忧应该如何回家 而此时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了狗狗的存在 这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狗狗们是如何都上月球的 同时也在苦恼 应该怎样让狗狗回到飞船 就在大家苦恼之际 博士的宠物白佑按下了通讯按钮 与狗狗取得了联系 并告诉他们 飞船在15分钟后就要起飞 让他们马上返回飞船 就这样 在白佑的指引下 狗狗们结束了月球探险 重新回到飞船 开始返程 而这边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了宣传这次月球探险的成功 便把狗狗送上太空 并成功登月的事情广泛报道 狗狗的主人们也因此得知此事 并立即跑到指挥中心 等着狗狗们平安归来 眼看飞船即将接近地球 却在此时发生故障改变了航线 误入一阵流星雨中 飞船在流星雨中疯狂翻转 幸好在指挥中心的控制下 飞船有机无险顺利通过 没想到大家刚松一口气 飞船却被最后一刻 流星击中数据传输天线 狗狗与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 但幸好有音频通讯长通 情急之下 白有再次与狗狗取得联系 并且告诉他们 必须派狗狗去修复传输天线 让飞船回归正常轨道 否则飞船就会坠毁 狗狗胖球听完自告奋勇 穿好太空服便出舱 准备修复天线 不料胖球过于紧张 不小心启动了控制按钮 被太空服一顿狂甩 好不容易等胖球停下来 太空服竟又在此时失灵 情急之下 狗狗小步灵机一动 启动飞船的机械臂 将胖球的太空服修复完好 接着胖球顺利修好了传输天线 飞船也重新获得控制 就这样 在指挥中心的控制下 飞船成过大气层 顺利返回地球并成功降落 飞船平稳降落后 狗狗们立即跑出舱门 纷纷向各自的主人飞奔而去 而牛偷拳也不远万里 回到了小主人的怀抱 影片结尾 金毛们被授予太空飞行勋章 成为光荣的太空小英雄 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有可能 您愿意将自己的狗狗送上太空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喜欢电影子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关注下猪叔女孩 我们下期再见